当关果被掀开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只见一口硕大的血关 赫然映入眼帘 上面的漆红的刺眼 仿佛刚刷上去似的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正当专家们吃惊之时 人群外突然传来一句 骂骂离离的声音 哪个部长演的 敢挖我家祖坟 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口诡异的血关中 又隐藏着怎样稀释的珍宝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血关之谜 2016年浙江泰州前桥村 正当考古人员 打算将血关运走时 一位男子骂骂咧咧地跑了过来 他挥舞着手臂 拦在推土机前 口中大喊道 这是我赵家的祖坟 你们赶紧给我住手 你家的祖坟 你有证据吗 为了让考古人员死心 男子从怀里 掏出了一叠厚厚的家谱 果然上面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名字 为首的竟然是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难不成误打误撞 碰到了宋朝皇室墓了 还未等专家反应过来 那头就传来了惊喜的消息 在棺材的旁边 发现了一尊墓志明 上面赫然写着 赵伯云三个字 赵伯云就是我老祖宗 我叫赵文喜 乃是赵匡胤的第三十代玄孙 你们挖的是我家祖传的坟啊 因为我是赵匡胤第三十代孙 赵文喜 赵伯云在我们赵康匡第七代孙 在我们家部上面 也是写了很深的 此话一出 现场围观人群顿时就炸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前方报告 又一座宋代棺木被发现了 从规格年代来看 应该和先前的红色血冠是一体的 通过对砖室结构 以及木志明的解读 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 这两尊棺材 竟然是罕见的夫妻和藏母 棺材的女主人名叫李氏 出生于公元1195年 并是于南宋庆园时期 经过再三思考 专家们决定 先从这枚小棺材入手 打开这座尘封了一千多年的宋朝宝藏 在十几个壮汉共同发力下 盖板被顺利揭开 没想到 阴入眼帘的竟是一堆泥浆 其中零零散散落着几件人骨 旁边的陪葬品早就不翼而飞了 看起来 这座木早在百年前 就被盗墓贼给盯上了 这会儿人不仅毁了尸骨 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能给主人留下 眼瞧着天色已晚 出于安全考虑 工作人员打算先把血冠拉回实验室 再慢慢开箱 起了大卡车刚一启动 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 一位老教授拦着棺材大喊道 赶紧放下 不能就这么走了 因为事发突然 一旁的赵文喜都待住了 怎么了 为什么不能走 望着众人惊愕的眼神 老教授解释道 原来此处地数江南 由于雨水的侵蚀 棺中早已存在了大量的基业 此时随意拖拽晃动 极容易损伤里面的宝贝 话音刚落 一位工作人员就拿来斧凿 打算开棺放水 老教授看到后 连忙阻止 他指着宏观上的纹理心疼道 这棺材在地下放了一千余年 早就跟牧师粘在一起了 传统的开棺方式 不仅会损坏表层的漆面 还会导致基业轻浮 有损内部的陪葬品 又不能开棺又不能放水 这该如何是好呢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 一位经验老套的工人提议 可以先用麻绳从棺材底部下手 再四个脚打上截 一点点拉上来 等到了实验室再想办法放水开关 就这样 经过众人的努力 半个小时后 血管成功地从地下运出 此刻一旁的赵文喜再也按捺不住 他举着家谱就要上前平底 最终被考古人员拦在了外面 一位老专家拿出一份证明告诉他 对他们提出了这个 这个墓葬的所有权的问题 这个已经移成在地下800年的历史的古墓 所以国家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所以国家进行依法保护 或者是由国家指定的专门的保护机构 来进行考古发掘 所以这应该是所以国家来组织处理的 不能再由家族来处理 随着看热闹的围观群众陆续散场 载着血管的卡车消失在视野中 这具棺材里究竟会藏着哪些宝贝 传说中的赵筐印后人 又会给金人带来怎样的惊喜 灯火通明的实验室内 五名壮汉凭借着吊机的辅助 将上面的盖板徐徐揭开 由于太过紧张 一旁的专家们瞪大了双眼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 接下来用工具在宏观的底部 凿出几个均匀的小眼 只听哗哗两声 清澈的机翼瞬间喷有而出 就在此时意外出现了 由于尸骨下葬时 被重重丝织品包裹 眼下盖板边缘已经缠满了丝线 面对这些无价之宝 研究人员拿来小镊子 一根根摘下放入托盘中 待一切完毕后 才如履薄冰地打开棺盖 下一秒 一具活灵活现的尸体 赫然呈现在众人面前 因为有了地下水的保护 四肢头颅几乎没有破损 经过测量 长度约为170厘米 这在宋代算得上是标准的大块头了 玻璃掉表层的污垢后 一件样式奇异的帽子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其上的纹理细腻有光泽 一点都不像千年前的遗物 按照考古一贯的原则 专家们首先提取牧主人的头盖骨 就在刚刚拎起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一枚玉璧和一块水晶掉了出来 从其晶莹剔透的光泽可以断定 绝对是牧主人生前的贴身之物 有趣的是 玉璧的表层还雕刻着大量的字符 经过解读 竟然与北宋的皇室有关 正当所有人为此发现欣喜不已时 棺材的底部又传来了重大消息 几层厚厚的衣服堆叠在一起 不管是样式还是质地 都是前所未见的 通过对比文献 专家们发现这居然是失传已久的皇家质疑工艺 最上层的叫做 娇领莲花纹地纱袍 其上绣有荷花 贵气中不识华美 下面的一件名为 对军双蝶串枝菊花纹领衫 同体由各种花纹拼接 工艺之复杂 令人叹为观止 两个小时后 清理工作宣告结束 望着地上整整集齐 摆放的66件国宝级文物 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地张大了嘴巴 如果说以前 帝王的奢侈生活 我们只能从书中联想 那么这些东西彻底还原了千年前 皇家生活的锦绣 因为其背后的人力物力 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半年后 两件纱袍 经过现代技术修复 除旧 以本来的面貌 盛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 2016年 G20峰会召开之际 多国元首及第一夫人 历临中国 他们站在玻璃罩前 被交领纱袍 深深吸引住 在听完了介绍后 忍不住连声称赞 说他们是无价之宝 比当下的任何奢侈品都珍贵 很快 此事便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这件宝贝的归属 早有定论 但有些人认为 应该给予赵姓后人一点补偿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